撤军没撤完 撤完之后 阿富汗对于美国来说 好像已经变得鞭长莫及 确实种种的内忧怪患 使得美国总统拜登 这两个月的民意支持度直直落 昨天我们focus了 他现在对于他总个执政不满的人数 是越来越多 那么阿富汗撤军带来的负面观感 还有拜登经济跟疫情施政的满意度 都跟着拖垮 那么将近一半的美国人 现在不满意拜登的经济施政 而美国累计的确诊人数 到今天已经破了4000万人 他的单日确诊和死亡人数 已经跟大流行的时候 数字差不多 那么就业市场受到冲击 8月的新增值缺跟7月比起来 大概不到7月的四分之一 这是因为疫情重燃 让企业主的招聘意愿降得很低 也包括服务和零售业 都已经大受影响 美国Delta变种病毒疫情升温 累计确诊人数 突破4000万人的心理成悲 单日新增感染增加到16.3万人 与7月4日国庆日相比 增加了1,000% 单日死亡人数也攀升到1500多人 疫情引发的连锁反应 经济首当其冲 最新公布的就业市场数据 8月新增值缺只有23.5万 与7月100多万值缺相差甚远 这主要是染疫住院人数增加 服务业与零售业机下滑 导致雇主招聘意愿降低 职缺大幅减少 政府的失业补助又在9月6号到期 750万名劳工将失去收入来源 拜登已经表态 不会再延长失业金的期限 因为市场职缺是充足的 只是在Delta病毒的威胁之下 劳工外出工作的意愿不高 企业还是争不到人 拜登这两个月面临内忧外患 就任时的高人气也滑落谷底 民众对于阿富汗撤军的负面观感 连带拖累了拜登在疫情和经济失证的满意度 有将近半数的美国人对他的经济失证不满意 在疫情控制上虽然满意度仍有52% 但不满意度也上升到了41% 中国在商业上的挑战也是拜登政府的耽误之急 现在战火烧到了口罩和防护衣 美国国内厂商无法与大陆业者竞争 因为美国劳工成本太高 疫情爆发前 美国三分之二的口罩都是从大陆进口 2020年进口数还增加了三倍 直到去年美国国内才终于能自给自足 但是有业者就透露 大陆厂商现在用消价竞争的方式来打击美国同业 拜登的另一个战场在国会 他所推出的3.5兆社会安全网法案 号称民众从出生到死亡都能拥有保障 这也是美国自1960年实施打击贫穷以来 最大规模的社会安全网预算 国会两党还在研拟和协商细节 预计一周后会进行表决 TVBS新闻总和报道 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